经过女侧的都知道 那里有着瑰宝般的风景 为了找到姐姐之宝留下的秘密 柯南小爱也决定去一探究竟 只见前一人刚出来 他俩就迫不及待的钻了进去 这把大树看得已了 你俩玩的是真话啊 可观上门 两人就立刻分头行动 一个仙房顶一个仙马桶 但还没找到 门外就传来社长焦急的敲门声 柯南没头一皱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 片刻后不出所聊 社长刚吃一口汉堡 就瞬间阿彩叫 而这一幕 也让柯南眼神瞬间犀利起来 对的没错 就是这个味儿 很快警方到达 来的是木木和高木老弟 根据惯例两人先是一番被调 死者是社务所的一名社长 无参时吃汉堡中毒而亡 由于买汉堡的是胡子哥 木木当场发出灵魂质问 是不是老弟你在下毒 胡子哥表示没有 因为食物买回后是放在一起的 而且汉堡也是社长自己选的 无差别杀人万一把我自己毒死怎么办 所以肯定不是我 木木一听也有点道理哈 随即眉头一皱 又想出一个杀人手法 是不是老兔头你干的 因为你座位里的劲最容易下毒 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兔头却有意义 因为社长干饭前还炫了饼干 木木一听也觉得有些许道理 毕竟在工具上下毒 他应该在吃汉堡前就隔屁了才对 突然他看到冰箱中的药品 询问下得知社长有痔疮 必须喝血药治病 牛逼 当得知社长去世前还去过厕所 木木瞬间精神了 那社长前还有谁去过 对了 根据排除法 是不是轮到你了绿帽哥 一定是你把毒徒在了厕所里 绿帽哥一听当场婉拒 因为在他和社长之间 还有俩人进去过 笑死 死神小学生逆一围呢 见这俩警察靠不住 柯南便开始助攻 让他们先抓紧时间检查 毕竟在疗会证据都被磨灭了 很快结果出来了 房间内死者可能有过的接触点 都没有检测出来 只有长裤和皮带头出现些许反应 以及左手指尖和手帕这两个地方 木木有些猛 为什么只有左手粘毒了呢 突然他灵光一闪 肯定是咖啡杯柄出了问题 这样就算去厕所用右手开门 也不会降度留下 所以凶手就是你 兔头哥 阿这真是啪啪打脸 当柯南却听出问题 并知晓了真正凶手 随后趁着众人不被 躲在了阿里身后 眼瞅着这俩警察就要瞎跑 于是他连忙掏出蝴蝶结 开始showhand 由于毒物反应 只出现在那几个地方 由此推测出社长 是在厕所沾上毒的 看他们还不懂 柯南只能再次解释 把皮带放松 脱了裤子又穿上 除了厕所还有哪 木木还想说厕所没有毒物反应 柯南却说当然没有 因为那个东西 被社长亲手带出厕所了 你想想 厕所有什么东西用完 就会被丢掉 听到这 高木终于反应过来 是纸轴 只要在纸轴上 荼毒就能实现的杀人手法 所以案发当时是这样的 社长先这样这样 再那样那样 最后再这么这么做 哪怕洗手擦干 可他们在拿起纸轴时 依旧会重新沾染毒药 说着柯南就带着阿里博士 走进厕所进行测试 而结果不出所料 果然那样 绿茂哥还想帮着说话 毕竟人有三级 谁能知道社长 什么时候上厕所了 可话音刚落 柯南就解释了起来 因为咖啡里有泻药 只要天天下肚 在掌控时段 就能成功难捏 如果要是别人去厕所 他也会提醒再洗手消毒 所以计划是万无一时呢 而且犯人没时间理看 所以装有毒质轴的袋子 应该还在房间那某个角落 只要找到就可以实锤 根据秃头哥工作地点 只有可能就在清理厨余的地方 听到这逛头哥当场催了 实际自己就是凶手 而且最开始也不想杀人 只是社长欺人太深 老子二十年前就想跳草单干 可他却和其他公司造谣说我是内奸 于是我在业内混不下去 也只能回来 就这样案件圆满落寞 而姐姐藏匿的物品 也被柯南寻到 原来之前在探案中听到怪事 说厕所水流不大很奇怪 他瞬间意识到 是至宝将东西藏进水箱里 随后就在车上 就迫不及待地听了起来 他已经按捺不住 要将黑衣组织绳制一发 但下一秒惊呆了 因为音笔内容并不是机密 而是会员妈妈对他满满的爱 原来是妈妈知道死期将至 这才将想说的话 录给女儿直到成年 而姐姐无法联系上 所以才将物品 藏在了事务所的厕所中 至此 今天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